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外卖配送员 网约车司机 快递员 多达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他们的权益又该如何保障 我们的运工单位 不管你是大是小 都有责任 也有义务 把这些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障好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 外卖骑手的权益保障 杭州有法了 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 再有十天的时间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我们每个人都想把它当成一个长假来过 但是回到它的本源 它是劳动者的节日 如果我们要是问 劳动者最想在这一天怎么过 或者说得到什么样的礼物呢 要是后一个问题的话 肯定是如果能涨点工资 或者说是在整个权益保障方面有所进步 那当然是最好的 好了 这就涉及到我们现在劳动者当中 五分之一左右的外卖 骑手 配送的这种小哥 我们现在看一个照片 大家可以看 这两天有一个外卖的小哥 输着夜送外卖的照片 引发了好多人的关注 但是小哥赶紧出来解释 我就是小感冒 然后想多跑几单 多挣点钱 自觉自愿 我可不是在卖惨 但即便如此 大家面对这张照片 还是立即延伸出了很多其他的这种问题 尤其是关于他权益的保障 包括这种医疗的假期 或者怎么样的一些与保障有关的这种话题 很热 那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群体 现在新就业形态 包括货车司机 网约车司机 快递员 外卖配送员等等 这个形态的劳动者达到了8400万 占整个目前职工总数4.02亿人左右的这个五分之一 也就是说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劳动者 那么他们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呢 最近在即将到来的五一 杭州市将要以一种这个特别的这种保障方式 给这些新就业形态人员送上一份礼物 来 我们一起看看这份礼物是什么样的 33.9万 这是常住人口为1200多万的杭州市 目前所拥有的网约配送员的数量 如此庞大的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劳动人群 他们的权益有没有保障 又该如何保障成了杭州这座城市主动关切的问题 最近杭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商务局 市人社局市公安局出台 杭州市网络餐饮外卖配送监督管理办法 于今年5月1号起施行 办法共28条 其中约三分之一的篇幅 关注外卖配送员的权益保护 其中涉及劳动合同签订 社会保险办理工作薪酬规则等 为此办法特别强调了平台经营者的责任 办法明确 平台经营者 餐饮提供者与独立网约配送员 送餐经营者与网约配送员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 应当依法定立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 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 应当定立书面协议 明确双方全力义务 依法保障网约配送员享有工作报酬 休息工作安全等合法权益 积极引导和支持其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 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 几年前 一篇外卖小哥困在系统里的网文 引发公众关注 外卖小哥玩命奔波 其实是大数据算法在作怪 是外卖平台在不停地压缩配送时间 我希望平台能优化一下机制 合理分配一下派单的平均值 适当地延长一下平台分配派单时间 送餐的时间 减少一下我们跟客户的一些纠纷 针对网约配送员的这一困境 杭州市网络餐饮外卖配送监督管理办法的 第15条也作出规定 应当发挥数据技术优势 完善订单分派机制 优化配送往返路线 合理设定取餐和送餐实现 关注网约配送员 持续工作时长 必要时进行防疲劳提示 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加大对灵活就业和新就业群体 劳动者群的保障 体现一个社会的包容和城市对这种网约小哥 一种认可度 也是一个城市和社会的温度 好 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 浙江杭州市司法局立法处的处长金志华 金处长您好 好 在全国其他地方还没有先例的情况下 杭州为什么先要迈开这一步 比较核心的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而且这两年搞了很多的调研八次修改 对 您怎么看待这个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杭州这个互联网经济比较发达 就刚才节目中说到 我们目前比较一个不完全统计数字 有每天的派单量 外卖外餐派单量有220多万单以上 日均的活跃取手有4万多人 所以这个行业规模比较大 从业人数也比较多 那么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比较多 比如大家关注的外卖行业 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复杂 还有就是严苛的一些算法 控制了外卖小哥 他的配送路线 配送时线 连续的长时间工作等等这些问题 严重影响了外卖小哥的劳动权益 所以我们也想通过在地方立法的权限范围内 来破解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大家也知道 在我们整个的外卖小哥当中 其中有相当大的比例 它可能随时进入 随时又出去 一天可能有的时候一高兴 或者说有时间就接几单 因此它比较相对分散 但是又构成一个庞大的群体 我们注意到这次杭州的做法 给了一个明确的说法 叫独立网约派送员 您觉得有了这个明确的说法 能解决是什么问题 现实当中有一种情况 就是经营者他为了降低 他的用功成本规避 他应当按照正常的劳动法律关系 应当承担的用人单位的责任 他往往会采用就是与起手 不签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合同 这样一种形式 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 比如说一个白天上班的人 员工他下班以后 他晚上可以灵活地去做一个起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往往会出现 就是形成一个用人单位 要求起手 以个体工商户的身份去做登记 因为有了个体工商户的身份以后 这个经营者 他就可以不承担劳动 按照我们劳动法 目前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的一些义务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 在这里网约配送员这里 把它特别强调了一种 目前现实当中存在的 独立网约配送员的这种情形 目的也是为了保护这部分 其所的合法权益 是否可以理解成 当用了独立网约配送员的时候 平台的责任也随之确立了 对 我们这个办法当中规定的 平台经营者对独立网约配送员 也要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包括对他进行培训 健康管理等等 这些一般的这些基本的责任 接下来自然要关注的是 这个劳动关系 的确构成我们的这个外卖小哥 或者说配送小哥的人员 非常非常的分散复杂 各自不同 在层层转包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很难建立合同 但是这回我们明确强调 要签合同 对于实在不符合相关 劳动关系情形的 也要定立书面协议 明确这个权利义务 这一点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特别关心的像社保 以及这个医保 能够随之解决吗 按照现在的法律法规来讲 就这方面确实对 不完全符合签订 劳动关系的情形下的 用工单位和这个劳动者 起手之间的这个权益保障问题 确实法律上是有缺失的 那么我们针对起手 在这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制度设计 来通过签订协议 来保障起手在报酬权 休息权 还有这个劳动防护方面的 这个正当权益 按要求的话呢 它这个协议的内容 就是应该跟我们普通的 劳动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 是一致的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立法 来推动这方面的进程 国家在这方面的相关的政策文件 也是有的 接下来其实这两年 经常被大家谈论的是算法陷阱 就是很多的外卖小哥 你越忙活越勤奋 但是这个算法就像一个紧箍咒 最后还会慢慢的降低 你的劳动报酬 却开始增加你的这个工作强度 那这次杭州这样的一个方案当中 明确要求相关平台企业 完善订单分配机制 优化配送往返路线 这更多的是一个倡议呢 还是慢慢会过渡到一个 比较刚性的 有约束力的一个条文 您怎么看待这一点 因为我们目前的杭州这个规章 这个办法是一个法律层面的位界 是叫规章 政府规章 在法律性的文件当中 它的成绩是最低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在我们地方 立法的权限范围内 来推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国家层面2021年的时候 国家网信办联合四个部门 发布了九号令 就是叫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 推荐管理规定 它这方面有一个明确的要求 就是说你通过算法 为劳动者提供工作调度服务的 那么强调必须要保护 劳动者的报处权利 劳动防护这方面的合法权益 要完善对这个订单的 那个订单的派送啊 劳动报酬啊 特殊情形下的津贴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 劳动保护方面的一些权益 同时呢 他也要求 网信办啊 公安啊 人设部门这些单位呢 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指导和监督 对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要进行整改 要进行指出 要求用人单位进行整改 也有相应的一部分的这个 通报批评警告 折领改正 还有罚款的这个规定 那么我们也希望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国家 已有规定的基础上 一方面来 一方面来规定就是 用人单位 你要在算法方面 不能过于的年苛 要合理的分配订单的派送机制 合理的设定 其所的取餐 送餐的时间 优化派送的这个送餐的路线 对长时间的工作时间 要进行防疲劳的提示 另一方面就是要求相关部门呢 还是要加强指导和监管 咱们这样的一个管理办法 5月1号就要正式实施了 其实只有不到这样的 10天的时间了 是否一切都准备好了 在实施的过程中 担不担心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你有了这个办法之后 平台很快也能找到 这种应对方案 这个目前 刚刚5月1号开始执行 我们几个四个部门 也开了新闻发布会 肯定有一个宣传贯彻的 一个过程 那么用人单位也好 骑手也好 还有餐饮商户也好 包括消费者 都有一个学习和理解 这个办法的内容 这样一个过程 估计这个办法出台以后 我们一方面要做好 宣传贯彻的过程 第二方面 还要就是尽快地去找和了解 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出来的 这些问题 可能一些单位 可能会在这个办法当中 实施当中会出现一些规避 打一些拆边球等等 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执行当中 要注意关注法这方面 然后及时来对这个办法的内容 进行调整 总体来说 因为这方面的法律法规 目前还是不是太完善 那么我们杭州也想通过 这个立法的这个项目 这个办法 来这方面做一些探索 也希望就是对国 给国家这个方面的立法的完善 提供一些我们的先行 探索的一些经验和案例 好 金处长在五一节 即将到来之前的时候 还要替这些劳动者 向你们说声谢谢 其实他跟我们的利益 紧密相关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迈开第一步 然后在前行当中 去解决相关的问题 谢谢您 谢谢 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关注 杭州所迈开的这一步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爱新驿站 纷纷在各地亮相 服务的正是一些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之所以给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更多的关注 是因为近年来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数量 大幅增加 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职工总数为 4.02亿人左右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8400万人 占全国职工总数约20% 也就是说 每五个就业者中就有一人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而这其中就包括 网约车司机 快递员 外卖配送员等群体 网约车司机 快递员 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成为职工队伍重要组成部分 产业工人队伍发展壮大 职工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 技术技能素质显著提升 面对如此庞大的职工队伍 如何保障相关从业人员的权益 2021年人设部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就联合发布了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首次明确平台责任 报酬 休息 职业伤害保障等多个焦点问题 为外卖骑手 电商主播等 构建权益防护网 此次意见 首先从规范用工方面提出要求 要指导企业对网约配送员 网约车驾驶员 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定立书面协议 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平台企业采取劳务派遣 外包等合作用工方式的 要与合作企业依法承担各自的用工责任 尽管这份意见 为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指明了方向 但是劳动关系难以确定 社会保障力度不足 用工秩序混乱等 仍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可忽视的问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就有相关提案提出 应尽快构筑完备精准的 新就业形态社会支持制度体系 及配套措施 从政策 社保 监管 技能和服务等方面 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 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心 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 总书记也在二十大报告中做出了部署 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的权益保障 所以在这我也呼吁 我们的用工单位 不管你是大是小都有责任 也有义务 把这些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障好 把这些家庭的顶梁柱给浮稳了 好 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李建飞 李教授长期关注新就位形态 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的问题 李教授您怎么看待杭州这次 在没有一个相对更大的法律的 这种这个氛围当中的这种独自出发 首先得肯定杭州这个做法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索 地方立法先行 也是我国立法的一个常态 在这个杭州这个立法当中 有两点特别的肯定 第一他强调就是外卖骑手的相对方 在平台给予明确 这样对外卖骑手权益的保障 以及这个相互之间关系的确定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索 第二个方面他特别关注到算法问题 这个问题是特别值得肯定的 算法说别了就是劳动定额的问题 劳动定额通常我们要求是 普通人在标准工作时间 能够完成的工作量 而算法他可能是排除各种干扰 以一个抽象的人来进行劳动定额 那一个普通人就完成不了 所以这两项探讨是他的 这次他的立法的一个亮点 但是李教授 这个在面对肯定这样的一个探索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担心 或者说这种担心叫一种期待 就是说如何不是一种倡议性的 如何更具有某种强制性的 真的能够带来改变 在这一点上您怎么看 那就是需要法律更加高层次的法律吧 因为这个地方立法和全国性的法律 在效率上还是有差别 二一个可能要更加具体的规定 这个需要时间的探索 现在已经是法律 法院也有相应的判决 在这些经验的总结上 做出更加具体的规定 螺丝法律责任 可能是有效的措施 再从大的一个层面上来说 保护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的权益方面 你觉得我们现在最缺失的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三个方面吧 前面节目也说到了 第一是他的安全问题 这是我一直关心的 因为任何工作都必须为 劳动者提供安全卫生的劳动条件 而外卖洗手以及平台的 其他用工者都有这个问题 他的安全措施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比如说他的车 他的车是不是符合安全标准 还有他的防护设施够不够 摔到地上以后能不能够 对他的生命口称威胁 所以在安全规范上 应该出台大量的安全标准 第二一个就是工伤的问题 就他的受到伤害过后 因为任何劳动都有风险 而这种机动性劳动的风险就更大了 所以他受伤甚至失去生命过后 怎么来给予认定和赔偿的问题 第三一个就是社会保障问题 国向社会保险他们都没有 而没有就会产生 对他们过人家庭会影响 而且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觉得这三个方面问题是我们应该重点关心的 没错你一说到安全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共识 在不出任何安全问题的时候 好像很多不规范也没多大事儿 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安全的问题 你发现没合同 没有医保等等问题就大了去了 在这一点上我们既要有长期的治本 但是短期是否也该有一些治标的动作呢 对我们觉得应该要出台这种 生产的安全标准应该是很快的 这个主管部门就可以出台 比如说他的外卖骑手的用车规范 还有他的着装规范 这个应该先出台 从这方面应该先行先事先做起来 把生命安全和身体的健康给他们保护好 这是头等大事儿 接下来李教授也有一个问题 任何事情都有AB面 当我们在要保护新界外形态劳动者权益的同时 的确现在的这个参与其中的人的这个非常松散 而且机动性也特别强 另一方面我们又怎么考虑用人单位一些平台 他的这种权益 怎么去拿捏一种比较好的平衡 又能发展又能保障 你现在问到关键问题也是难点问题 就是我们传统的劳动法劳动关系 不太适合平台这种用工的方式 而新的规范又没有 所以我们就要考虑在参考传统劳动关系 和劳动法规范的这个基础上 为这个平台用工 为这种新就业形态 应该是创制一种新的规范来给他们保护 比如说安全方面 比如说我们传统用工的 现在女期手多了 她的这个士气保护 就是经期产期 孕期和哺乳期的保护问题 以及他们五项社会保险问题 这些就要通过新的方式 结合劳动法的多年的成果 和他们用工的特点 来给予综合考虑 既考虑平台用工的发展 也考虑平台的利益 好 谢谢 我们也非常希望杭州的这个尝试 在五一节即将到来的时候 引发更多的这种地方 引发更多的这种决策的部门 深层次去思考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问题